我们来到了斯诺华米派 瓦雪的地方 旁边有一个很出名的啤酒厂 通过窗户就可以看到涼酒的地方 里面的空间很大也很高 这里的啤酒品种很多 好的 是来自你 个人 在里面 好的 包子 很棒 嗯 像乳酪 就是乳酪 我看这里的人 很多人买啤酒的时候 他们都买小杯的 然后每一个品种的啤酒 都来一杯 全部试试味道 挺有趣的 我们平时不怎么喝酒 所以喝两口 你也马上就红了 还得休息久一点 才能开车 不能酒驾里 看到他们小杯小杯的喝 好享受 我们来到了 挖雪场这边 这周围都好宽阔 冬天下雪的时候 来这边好玩 很多人来这里挖雪 一到冬天 我们也喜欢来这边玩 从西雅图来 Snowkwami Pass 这个地方 开高速i90 如果不堵车的话 一个小时左右可以 不算太远 比较容易来到这边 这里周围的山景太美了 四个悠闲活动的好地方 这附近两边的房子 都是那些有钱呢 在这边买来度假用的 这里3000英尺的房子 价格在150万美元左右 也有些房子是用来出租的 因为在冬天挖雪的时候 很多人来这边 有的人逐个房间 有可能在这边挖几天雪 四个旅游度假新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